密西根 密西西比 密苏里 爱达河 北达克他和华盛顿这六个州 于星期二举行了民主党党内初选 拜登再度获得大胜 有关详情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来介绍 平章你好 包容你好 是 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这个选举的结果 好的 根据目前已经出炉的结果呢 拜登是在六个州当中赢下了四个 分别是密西根州 密西西比州 密苏里州和爱达河州 桑德斯则赢下了北达克他州 华盛顿州的计票工作呢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目前桑德斯在该州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对于拜登而言呢 无疑是继上周的超级星期二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利好 尤其是他在密西根州的胜利 可以说是彻底的奠定了他的领先地位 我们知道在二代的选举当中呢 桑德斯在密西根州是战胜了当时的温和派竞争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 那么也成为了他在那场选举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这一次在这个经历了超级星期二的失利之后呢 桑德斯是对密西根州寄予了厚望 希望该州能够再次的为他打一场翻身仗 但是这样的一个愿望呢显然是落空了 拜登最终在密西根州是超过桑德斯16个百分点 也展现出他在非洲裔选民和工会工人选民群体当中呢 是具有相当的支持度 而且能够赢下这个中西部的制造业大洲 也增加了人们对于拜登能够最终战胜特朗普总统的信心 昨天的这六个州的选举呢 体现出拜登身后的这个支持者联盟还是很坚固的 其中不仅包括非洲裔的选民 城市近郊的选民 还包括农村地区的白人选民 这一部分选民啊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大多是选择了桑德斯或者是特朗普 但是在2020年 他们似乎是出现了这个要回归民主党温和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另外昨天的选举呢 也再次暴露出年轻选民的投票率 没有桑德斯所期待的那么高 经过昨天的选举之后呢 根据CNN的统计 目前拜登是累积获得了800张承诺代表人票 桑德斯是获得了660张 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是在进一步的扩大 而接下来要举行初选的几个州 亚里桑那 弗罗里达 伊利诺伊和俄亥俄 都是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呢输掉的州 而且一些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在亚里桑那和弗罗里达的这个领先优势啊 也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 在经过了昨天的选举之后 桑德斯胜选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 我们看到昨天他在获知了选举结果之后 甚至是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 一直到今天下午 他才公开发言说自己不会退选 而且很期待本周日和拜登之间的辩论 在另外一边呢 拜登是昨天晚上在费城发表了一场演讲 他在演讲当中是感谢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的热情 并且呼吁民主党的团结 这个口气呢就很像是一场最终的胜选演讲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起来团结这个党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今晚我们向着恢复白宫的体面 尊严与荣誉又迈进了一步 从这场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目前是对于最终拿下民主党的提名 似乎是已经感到成竹在胸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新冠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 这个疫情对于接下来的民主党的选战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显然是会有的 目前拜登和桑德斯都取消了几场关键的竞选集会 因为担心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这对于桑德斯的选情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因为大型的集会一直是桑德斯最主要的竞选武器 他需要通过这种大型集会来展现自己的人气 和自己的支持者的那种超出旁人的热情 不过在疫情之下很多集会不能搞了 所以桑德斯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吸引眼球和信心的渠道 另外现在新冠疫情持续占据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发头条 这也让桑德斯通过这个媒体报道来重拒声势 从而打一个翻身仗变得更加的困难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出口民调 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是在危机当中 更加信任的参选人是拜登 所以这场疫情呢 无形当中是提升了拜登的支持率 拜登昨天在费城的影响当中呢 也表示当恐惧在美国和全世界蔓延的时候 人们更加需要美国的领导力 如果他能够成为总统 他会为美国带来诚实 可信赖 稳定和让人安心的领导力 他同时宣布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 公布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方案 包容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评章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